你跟Anson是否認識了很久 我們都是在行程時認識的 2000年的時候 認識了一段時間 他是一個很創作人 我們會一起聊天 即是下班上班時 但他是很樂觀的人 我記得我去過他家 跟他見到他家人 我見到他是一個很孝順 對家人很好的一個人 就算多辛苦 他都會用他的心機 他很努力去照顧家人的人 你聽到他離開時 是否都很突然 都很突然 還有那個年代的都市行程的主持 都一一都離開了 所以有些感觸 可能下一個是我的 不要這樣說 我看你會不會的 我看你會不會的 是我的天啊 我看你會不會的 你會不會的 是你的眼睛 我看你會不會的 就是你會不會的